其实分开一下,更能检验出你们是不是真爱,分手并不代表一段感情的结束,它只是表明你们的关系暂时出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,甚至它是更能检验你们到底是不是彼此深爱的一种方式。 第二,如果分手之后,你经常出现以下这些情况,那无疑他就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个人。 第一,分开后,无论是吃饭睡觉,脑海里想的都是对方,回忆起的也都是对方的一些好,甚至你整晚睡不着,脑子里想的念的都是他。 第二,尽管你很多时候表面上都云淡风轻,但是当晚上一个人独处或与好朋友在一起时,你就无法绷住情绪,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下来。 第三,你走在大街上会遇到无数的人,然后在这些人当中,你总会想去找那个熟悉的影子。 再比如说,你还会故意经过曾经约会的地方,回忆你们的过去。 第四,你可能会不由自主地点开对方的朋友圈,哪怕你什么都看不到,你也会通过一切途径去了解和打听对方现在的情况。 第五,你可能会拒绝其他各种异性对你的示好,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可能再也遇不上这么美好的感情了。 如果说有以上三种情况都满足的,那就证明对方是你割舍不下的真爱,所以还犹豫什么,赶紧去挽回他吧。